《扶貧治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山山來遲 我是節目主持人方國珊 過去一周也有很多不同的事項發生 可能大家都延續了過去幾個星期 經常有說我們全香港的僭建問題 不論是市區以至新界的地方 僭建問題也極為嚴重 亦都不斷地追擊和找到一些法律界的代表 立法會的代表 名人的居所都不乏僭建的地方 究竟今次政府是否應該要加強執法問題 然後去清拆這些僭建的問題呢 我覺得在法律程序來說是應該的 首先大家都要有一個共同理念 雖然大家都會體諒到為何會 因為夏天的熱度非常之高 而令到很多天台的業主 業權的業務 他們都會加建一個露館 或者一些蟬逢在天頂 雖然話雖如此 但問題是著情權和喚急先後 政府我想包括屋宇署 以致發展局或地政署 我想需要作出一個盡快的理順方案 還記得昨天我們最新的消息 亦都有屯門區議會主席 兼律師公會的會長何君堯 律師亦有發表 其實村屋的僭建其實是知法犯法 估物論如此 但大家都理解 諒解到現在加建的原因 背後都是因為隔熱 會否真的有喚急先後 加上我覺得都是說環保村屋政策 可否有些正確的方向 包括一些再生能源 隔熱的方向 綠化天台 以至一些不同的 一些清晰的項目的執行 然後讓業界去遵從 還有建築師及工程師的 一個專業人士的配合 能夠減低我們現在 不能夠再像春草般不斷滋生 然後盡快解決 不過當然在僭建的情況下 早前大家對著一些問責官員 包括孫明陽先生 追究當年他作為火及發展火局局長的時候 是漠視一些清策令 這個其實會否是從官員的態度去看到 根本大家都 我不介意李哲英契 我有錢給 還有物業的業權都沒有改變 這個會否是令到 大家都可以輕視這些清策令呢 另一件事就是有些心態 也有些業主的心態 可能是說 清策令的費用 都不及我加建的GFA 即可用的面積空間的比例 這件事可能都很值得大家關注 那孤物論怎樣好呢 我覺得作為我們的一些行政長官 或者相關的一些問責團隊 其實必然應該是要去處理 如果你說說到特首府 其實它是豁免的 不過如果不是豁免 我相信它的物業都是很大量的一個加建 不過至於是否合理 我想這件事根本是 是關切兩個口 根本是沒有得咬 另一個議題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關於政府就登記稅讓步這個問題 早前大家都會說 這個做法會否是 可以容許一些之前買了新車的車主 譬如在半年前已經登記了 它就有一個豁免期 現在政府正正讓步 亦都可能受到一些壓力團體 以致政黨其他地區人士的反對 總觀我覺得這個汽車徵收登記稅 其實是無助於減低交通擠塞 而問題最終是根本是未能夠對症下弱 當然對於道路的塞車問題 如果能夠盡量是隧道方面 有幾條最主要三條大的隧道 包括港隧 香港的過海的海底隧道 西隧 東隧這三條隧道 那個收費的模式 以及有沒有一些更加能夠電子化 智能化的一些工序 減低隧道進出口的一個塞車情況 我相信大大會減低我們全個香港 整體的塞車情況 另一方面我覺得政府沒有對症下弱 就是容許了某幾條隧道 即不斷屍指開大口的加價 導致有些隧道沒有人用 或者使用量低 而有些隧道使用量極高 亦都可能是地理的問題 再加上政府整體規劃 我始終覺得它是在不適當的地方 做適當的事 包括政府的天馬藍 如果政府想帶旺一些新的市鎮去發展 其實無不過是將政府的總部 搬去一些偏遠的新市鎮 包括可能是將軍澳 沙田 大圍 以至粉嶺 北區 你想想如果這麼多公務員 一起搭車去那裏 那裏的市集 各方面的商業元素 自然就會帶旺 我相信如果去到屯門 天水圍 我想天水圍的居民都鼓掌 如果政府在這方面規劃能夠平衡 就不用搞到金鐘和中環 以至銅鑼灣大塞車 另一方面政府在交通 當然涉及房屋及運輸局 在交通方面 如果再在 在交通網絡規劃裏面 仍然在擔誤時間 相信接下來隨著沙中線的發展 或者門上開 以至其他在港島線上的一些建築物 商業元素發展的情況下 必然令到我們說到 會繼續增加塞車及塞人 以至金鐘地鐵站 亦都成為一個重災區 亦都會令到大量市民 可能乘地鐵都要等幾班車 我相信這個情況 很多時早上繁忙時間 上落繁忙時間 現在的情況已存在 更何況一些大時大節 再加上現在政府總部 就說密羅緊鼓 剛才我剛才在政府總部 即是說近住立法會大樓 門常開 天馬藍新的建築物下面 真是正所謂有錢使得鬼推磨 幾十個工人 沒有工作都站在那裏 為何呢 一聲下令 老闆說要趕工 錢照給 就工廠照出 於是快馬加編 就盡快趕及今年年底 如果政府所有其他建築發展 以至我們一些民喻康樂 社區建設 都能夠好像政府總部門常開 或者立法會議員一些 好像很優越的一些議會架構的工作底下 可以快馬加編 我想這個必然是我們市民的福祉 相信我想這件事其實就可以以一警白 觸類旁通 可以看到其實是可以加快 問題在於我們政策的炸裂人 究竟又沒有這種決心 另一個議題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早前談談填海 全香港其實在維港方面 其實就已經是有一個維港的保護法例 我們上一集也有說過 但政府究竟在研究方面 究竟是落實到 會不會研究在東涌那邊田海 或者以至其他 譬如說包括赤立角 我相信這個工序應該要快馬加編 特別我們看到我們香港 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的機場 實在現在班次的情況其實都是挺密的 如果能夠盡快可以加大機場的容量 而加快我們那個商業運作 加速我們的商業運作 我相信對我們香港整體的各行各業 不同的產業都有利的 希望這方面政府就著填海工程方面 真是做好好的研究 而不要令到地區的 或者商業的發展是有所延誤的 再另一個議題 其實過去星期大家都可能聽到 林瑞倫局局長就著區議會選舉 或者選管會 就著我們之前有些缺席去選舉 或者有空缺的議席 補選的問題 有極多的討論 亦都說計劃不希望當要補選的時候 浪費了公帑 而去計劃希望能夠將勝於最多票數的 一個選舉的模式 可以接任這個議席 不論在立法會的層次 我相信如果他們研究立法會的層次 為何又不研究區議會的層次呢 剛剛最近 荃灣區議會也有位議員 是不幸過世的 究竟為何這些地區議會的議席 就需要補選 而立法會的層次就不用呢 我想這件事大家都可以作出研究 反而我在另一個角度看 就會覺得既然政府會考慮到 有一些議員是利用自己的私權 或者自己某一些政綱 或者政策去看法 或者個人的理念 或者政黨的理念而去退選 而有一個空缺出任 我覺得為何不可以改變我們的選舉機制 可以令到市民投票的機制的時候 一人兩票兩票裏面也有一個後補的議席 令到他們如果假設下一屆 在他在任的情況下能夠可以補選 也都是很明確給市民有一個選擇 我總是覺得現在似乎 給市民或者一人一票的投票機制 始終都是很多很多的遺憾 希望政府都聽到不同的香港普羅大眾市民的心聲 究竟選舉的模式是否只是在行會 或者一些局方的思考下 就不用經討論 就自動拍板 我覺得雖然林局所說的情況下 就好像很有利於我之前的立法會選舉 那個得益的部分 但是我始終覺得當時選民投你一票的時候 是想著你是要代表他發言的 但是會否等於代表你輸了出來 仍然能夠有個代表聲音 我都是質疑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真的值得 三思三思和聽多些市民的意見 但是基本上有你說 就是沒有你聽的 所以不論如何都好 我們亦都要發表了意見 雖然說了都沒有太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都想說一說 就說無論選舉 在選管會認為網上宣傳是有灰色地帶 其實我這個角度是完全不認同的 正如現在我們RTV這個網上的電台 其實是很值得發揮 平日我們是沒有參與一些區議會 立法會的選舉的模式 但是你看到其實RTV是很多人看 和很多人應受的 這些網上的電台 其實是很值得去 很多發展的空間 和特別香港政府在資訊科技方面 電訊方面亦都放寬了發牌給很多間機構 無論現有的電視台 以至電視電台 都增傷去增設數碼廣播 現在最近亦都多發幾個牌 既然政府在左手一方面 一直提供一些電訊管理的牌 而右手邊亦都會考慮 不放寬給一些網上的宣傳空間 給我們一些議會的朋友 或者政治的團體 或者一些獨立的人士 就著他的政綱和他的看法去表達 我覺得這件事似乎是不公道 兼且是不理解到 因為思想不統一 會有陰陽失調 為何左邊容許 右邊又不可以 始終思想分裂 所以我希望在區議會 未來今年的灑魚舉行 選管會就著建議 規管網上電視或電台進行 選擇選舉的節目 均要採用公平的原則 這方面包括候選人 可以借助Facebook、YouTube平台宣傳 是含有灰色地 但我覺得選管會 應該要接納市民的意見 以及你理解一下 或者有空上來RTV看看 其實這些電台有多少功能 以及帶出多少青年人 或者一些合理的聲音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切勿阻礙 另外至於選舉開支的限額 升至53,800 我自己個人覺得 完全是與社會脫節 你想想最低工資都升到28元 可能由以前 可能審洗碗的時候 15、6元 現在到28元 接近一個雙倍 現在選舉的限額 開支只有53,800 我相信由4萬元 到限額 我覺得根本與現實消費 根本與一個很大的距離 所以我認為政府真的要與時並進 真的要了解吃飯要支架 我就沒有興趣問你 究竟粟米吃飯是多少錢 但我剛才去大快活買飯 我就知道多少錢是四股飯 我們說回最近有一個話題 大家都可能很積極關心的 就是最近可能一些傳媒 一看到那幾個跑馬仔的特首候選人 就經常幾十個台 幾十個咪咪 都可以賺下去了 無論是范太 梁振英 以至唐堂 唐英年 亦都在不同的電台發表聲音 亦都有某些電視台 差不多叫做 安排一些很特備節目 給某一兩位的代表 盛興談淺昌不夜天 對酒當歌 人生幾何 我相信這些節目 亦都可以借助一個方向 讓候選人 當然他們還未宣佈選舉 否則出事因為選舉經費的問題 但是同一時候 你會想到 他亦都可以從這些渠道 去表達他的聲音 以及對於他的政策和政綱 我相信亦都可以反映 正如剛才我所說 既然選管會 對認為網上的宣傳是有灰色地帶 那你為何特首的相關跑馬仔 他們就可以在一些電視節目裡面出現 而其實都是暗函選舉的一個訊息 那為何這些又可以做呢 所以我覺得大家最重要是一時同仁 不要只許周公放火 而不准百姓點燈 另一方面 一個非常敏感的議題 就著特首的候選人 大家經常都會關注 究竟我們23條立法 是否應該是時候要去呢 范太就說過了 我們全港回歸 香港回歸中國已經是第14個年頭 那是否時候要去討論呢 那帶出了一個非常之 香港市民都很關注的問題 究竟言論可不可以自由 其實不只是單止言論自由 背後是說是否隨時被人拘捕呢 譬如說我們好像一些地區議會同事 就著一些社會民生的問題 發起一些遊行或者抗爭 我們就已經犯了尋人滋事罪 也可能會被查問 調查 帶回去 那我就覺得 是否這麼極端呢 還是會否在立法和執行方面呢 我對於國家是有信任 但是在很多行政機構 就以致立法 就是執法方面 大家都好像似乎是溝通不足 正如套用國家主席說那句 如果有問題請查找不足 如果有問題就應該要多些溝通 如果就著真是想認為 我們是為了我們國家安全法 想要訂立23條 那是否應該清楚地有足夠的討論空間 還有真是有些權威性的說法 當然我並非指梁愛斯 我們的前律政司司長的言論 不是沒有權威 不過始終可否在香港人的角度 自己想想為何香港人會擔心 會否來來來去都會有一些激進的民主聲音 會擔心究竟香港的言論自由是否真的有所保護呢 以及能夠令到我們仍然可以暢所欲言 還是經常都被人查找 或者真是查找不足呢 還是查問呢 調查不足呢 所以這方面我都覺得是值得大家去兼顧心思考慮 另一個早前大家都會有說 不單止是那三個跑馬仔 連馮國經、吳光正、吳光正、任志剛 都可能是蠢蠢欲動 究竟這個特首選舉是否去到 好像吳康正所說 去到一個戰國時期呢 我覺得有一部份市民會有興趣聽 但他們會說我們都沒有份選 我要有權選特首 才可以參與到知道 否則只限於一些選舉委員會 在這裏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想選特首就要從不同的渠道 特別是一些功能組別 即是說如果你是政商界 以至包括可能未來的2011年 即我們今年的11月 我們的區議會選舉 如果你勝出了民選的一個循序 民選的程序 你誕生了一個區議員 你亦都自動入到1200名 一個特首選舉的名單裏面 所以很多市民都會覺得 是呀我都沒有份去投票 或者選舉 所以對於選特首真的有格格不入 反之我就覺得現在今時今日 香港人真的特別我自己處身在區議會 對於一些政策和政策傾斜 或者有一些行政的政策 令到社區的發展 或者一些商業的配套 是有所阻礙了 發展真的會有時落後於 我們東南亞 以至我們祖國的國家 所以這方面 真的不是說我想有權選特首 而是我想有權選一個區議局 區議局 或者以前好像區局一樣 即將區議會真的升格 不是單止仍然處於區議會18區 所以區議會應該跟隨立法會的架構 區議會應該有五個大的區議局 將它的行政兼且財政放寬到區議局 區議局裏面也有它的法律顧問 有很多大狀、律師、醫生、朱穴人士 亦都可以包括部分委任進入這個區議局 協助社區的發展 可能某些局方裏面 譬如說五大區 譬如當我們新界東 新界東原來很大 都是網友 如果新界東為例 由北區上水 例如粉嶺、洛馬洲 一直到上水、大埔、沙田、將軍澳、西貢 如果你的人口都超過100萬 100萬有多 這些人口其實作為一個大區 全香港有700萬人 你每百多萬 就有一個大的區議局 區議局核下就有一個區議局主席 包括可能也有委任的一些專業人士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然後也有些區議員在那個區 在這樣的情況下 在一些業務性的工作 例如堆填、垃圾、處理、回收再造 以至一些商業、住宅 那個均衡的比例 你就得以可以平衡 但如果你斬到18區各自為政 這個可能國家自掃門前說 這樣的態度 我相信這個社區 和議會議政的態度 議政的一個模式 一定不會改善 因為他們會覺得 反正我都是顧自己的2萬多人 你必然會對於整體的發展 和大局一定會有所約束和局限 所以在這方面我會很希望 政府在來的這一屆裏面 另一方面我看到 其實以往康民處的工作 包括一些社區的建設 以至一些民康的設施 公園、圖書館、體育館 這些大型的建設 以往都是在區議局核下的 但是區域市政局核下的 但是在2000年的時候 將區域市政局兩個大局殺了之後 所有一些錢銀的東西 或者一些大型的撥款、財政 或者以至剛才說的社區重要設施 就撥光給康民處 但是我看到康民處其實 又不是真的建設大型工程的一個專家 他又要靠土木工程處建設之後 扔給他 但是以一個民觀而言 就是以一個民觀AO的工作 去管一個建造工程發展的東西 根本就是核子摸備 完全就是外行人管內行人的東西 所以你看到往往他們很倒模式 你看到你去了某一個公園 你又覺得似曾相識 接下來海濱長廊就好像有賭武一樣 永遠就沒有一個地區文化特色 似乎這些也都是殺了兩個市政局之後 遺留下來一個弊病 我希望隨著區議會的升級 做五個區議局之後 康民處的工作也都應該撥在區議局裡面 令到整個社區的發展和政策 得以可以盡快落實和縮短時間 真是令到市民 最終一句就是什麼呢 令到我的青年人在區內 在他還是在小學 需要大陸運動場的時候 就盡快起好他 就不用到我們的居民 到他讀了大學的時候 他都沒有運動場用 這件事就是我們在地區 經常是面對和理解到市民 即是急市民所急 這方面都希望能夠積極去關注 值得都說說就是早前都就住 特別我有聽過特首那幾位的言論 特別包括唐唐的言論 引來都幾多青年人的一個迴響 特別是他就說社會沒有免費午餐 大家都可以學一下李嘉誠 李嘉誠都是很辛勞地去找到自己的財富 以及成為首富 至於這個言論 或者甚至幾位 他們比喻過 譬如沙沙 或者米蘭站的老闆 都能夠發揮自己的潛力 去做首富 或者一些上市公司的主席 但是我收到很多地區的青年 或者市民說 其實富貴是否這麼重要 如果富而不快樂 又有何用呢 其實都很關注 究竟唐英年 你能否理解到現在香港社會 就是普羅大眾面對的問題 其實社會政府 包括政府 在政策上 是真的傾斜了給一些大的發展商 而他們是一個 在這幾年 這十年八載 是真是很有既得的利益 而下一代的青年人 他們又沒有第一統金 或者第一份資本 去做生意或者營運 我相信這個機會 跟我們以往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社會 是截然不同 希望特首後任人 或者業滿人都應該要關注青年人的看法 以及都不要說青年人 說回我們這一代 六七十年代的市民 其實勞勞易亦做了二十多年 亦都很多面對大發展商打壓中小企 亦都有大發展商 亦都打壓到現在的青年人 或者我們的中青 其實那個發展潛力和空間大不如前 我看不到會這麼容易去解決得到 包括現在的租金這麼昂貴 你動輒打開一份報紙 買一個商鋪或者一些商校或者企業 其實你都要說是一千多二千萬 二千萬起 你叫一個青年人去創業的時候 租金是五萬元至八萬元不等 才會有一個舖 那怎樣去發展空間呢 我相信就算每一個行業 都不會寫包單一定賺錢 那虧了的情況下怎樣呢 其實現在很多中小企 大家都面對同一個問題 就是成本的租金貴 其實現在香港的 其實政府就是幫一些 就是拉運條線 就是把一些成本 大家打平手 為什麼呢 很簡單 就是連合NPF強積金 或者一些基本消費 一個員工平均一萬元 就這樣算 你數一下 一個寫銷 10個伙計 10萬元 那舖租加起來 當你五萬元 那便十五萬元 不要計算自己老闆 人工需不需出 這已經是既固定的成本 即是必然一個叫Fixed Cost 那怎樣每天在經營的模式 能夠賺成本再有利潤呢 這方面很多中小企和商界 真是極之關注的 未必是很影響到大企業 但絕對打擊到中小企 亦都令到他們的同業競爭 亦都去到白熱化 因為大家的成本都這麼接近的時候 然後競爭的取態 在乎零售方面的產品利潤分野 可能舉個例子 我見到某些專門店 或者一些大型的超市 看到隔壁一些藥房 連廁紙都跟一毫子的分別 競爭是否白熱化 就不是良性的競爭 相信大家都在鬥煎熬 我看到競爭只會再爛崖 所以究竟大家同不同意有地產霸權呢 其實應該是不需要思考 其實是存在 至於政府怎樣去改善這方面呢 其實我們認為政府在無論在商業的物業提供 以至住宅的物業提供裏面 要作出一定的大幅度的增加 亦都可以引入競爭 令到我們市民或者小商戶是有得選擇 例如舉個例子 之前我們就住領會的一些上市 將我們房委會的商店賣給領培之後 你看到市民在一些零售的選擇裏面 已經被一些財團壟斷了 你看看那些商戶裏面的選擇其實是不多的 這個亦都直接影響到我們社會的市民的文化 民生 以至我們開門七件事絕對會受到它的牽連和影響 令到市民整體的生活是沒有色彩 應該說欠缺了色彩 亦都欠缺了一些生活的品味 那你吃來吃去都是一些大的賭帽的企業 商場的一些商戶的食品 或者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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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衣服 那你變成了人的品味就會自然是一路向下 那你又會相比回其他香港 其他的亞洲 歐洲 輪流的國家 他們並非如此的 那變成了這個絕對是有影響我們下一代的發展空間 那至於呢 也都有就住特首的跑馬仔 那你唐英年也都說了 大家都希望可不可以做李嘉誠 好像他那麼勤力那樣 那正如我們這個地產建設商會 其中一位的骨幹成員 恆隆集團陳啟宗都說了 連我都做不到好像李嘉誠那麼威 那何況一些下一代青年人 李嘉誠 陳啟宗也都在過去 特別我想香港的地產發展得非常蓬勃的情況下 其實他們已經是很久沒有尖手拍賣地了 他們也都沒有說團地 而他那個集團的整體的投資眼光是轉移了去內地 至於他在香港的那個看法就是 他會看到香港事實上是有那個地產霸權 以致那個發展空間是會是外制和宅外的 所以我也很多謝陳啟宗 他特別認為年輕人的機會 會以較四五十年前是多 因為在內地的發展 他們是批評政府的土地政策失誤 令到樓價高期 相比在國內的發展空間 還會是相比多 陳啟宗也都指出 過去十年的供應量 其實土地供應量是大幅減半 即是說其實政府拿出來拍賣的土地 是真的少了 特別早前大家都好像政府很倚重勾地 但是勾地的做法都很緩慢 勾了出來也都可能在未到抵價的情況下 過去七八年在金融海嘯之前 在2008年前很多土地都是拿出來 但是都是拍賣不成的 勾了出來都不成 亦都可能是因為政府 或者我想普羅大眾 或者發展商對於後市是不樂觀的 當然現在你說突然為何這陣子 就這麼樂觀呢 我想就不是香港人變了 亦都不是香港的商業的發展是蓬勃了 而是在我們鄰近的土地 就是我們的祖國的中小企 以至企業 他們在海嘯後得到國家的一些 包括那時候 海嘯溫家部總理 就把48,000億人民幣 撥下去 資助中小企的發展 包括一些企業 在一些這麼充裕資金的情況下 真是令到很多中小企和一些社企 富起來 大家看到現在真是很多香港樓 香港生子 都是外地人充職在市場 不講價 只要買 買得成 短短這兩三年 也都帶旺了他們 不單只帶旺了他們 還要令他們 暫行我們大統金 香港人很多時候 在這些動盪的情況下 跟不接 亦都可能沒有資金去跟接 變成市場 就讓內地人 在我們香港 簡單來說 割了一篇和青 所以大家都要很關注 究竟香港社會的發展下 究竟有人引伸出來 究竟我們現在香港的土地 香港的一些中小型物業 是否應該只限於 我們香港本土的市民 這方面大家真是想想 除了這些買賣 或者令到香港人 會在自己的本土裡 連下一代住屋的問題 都會表示非常擔心 所以 唐英年也要想想 其實現在不單是青年有問題 而是青年80年後的媽媽和爸爸都有問題 因為他們會極之擔心他的子女 下一代究竟他能否買到樓 下一代怎樣住 如果沒有父母的幫忙 如果以現在的經濟背景 和城市的消費物價這麼高的情況下 能否自己承擔去買一個物業 好像今日新聞也說 將軍澳堆填區的物業 叫堆填三寶 堆填區三寶 叫做首都領都和領峰 我自己聽民者傷心 見者流淚 他們說堆填區三寶 比屯門更便宜 這個說法我會看到 如果一個社區的規劃不理想 譬如一些政策上 譬如政府前言不對後語 曾幾何時說堆填區是去到2012年 但今天反過來又說要繼續填 如果這些做法 政策是今天的理打倒 昨天的理 仍然是固步自封地 繼續去不理市民的反對 這些政策的失誤 導致市民的怨氣 如果樓價低程感的話 去到四千二百多元 都有見真低的情況下 市民的怨氣就覺得 這些絕對是政府的規劃失誤 如果不是 怎會將軍澳五大地鐵站 上蓋的樓宇 可以低於屯門呢 這是荒謬的情況下才會發生 正正反映政府的政策上 是有絕對應該檢討的空間 所以都要再次在這裡呼籲一下 接下來政府隨著香港電台引入在將軍澳之後 他們就作一個公眾諮詢 但正如我所說 去年八、九十月的時候 大家熱烈討論的一個 將軍澳堆填區擴建的計劃 正正今年到現在 我們今天都是 六月都來 過去十月 十一、十二、一、二、三、四、五、六 九個月、十個月來 政府都未能邀請市民 去接受它聆聽市民的訴求 為什麼反對聲音 寧願先去聽香港電台 這些是否駝鳥政策 即是斬腳趾被沙寵 還是想駁猛去做一些想得到的方向 包括發展抗建堆填區 特別一提 政府我收到的文件 其實在這個堆填區 現有一個地方 是去到2014 還說有上餘的一個保守的空間 即是說 隨時我們現有的堆填區 在張雲澳 這個新界東南堆填區 可能倒到2016、2017的 這個家居垃圾 但是今天我們理解的是 過去一直的家居垃圾 那個處理並沒有改善空間 實際想再跟大家說說 就是由去年立法會廢了 這個堆填區交易公園令之後 其實社區的垃圾臭味 以至環境衛生 譬如有些車胎補胎 或者積水 泥頭車、垃圾車 滿地是泥沙 沙塵滾滾 臭味衝上去屋苑 這些情況是沒有改善的 但是我又不明白為什麼 為什麼今時今日 十個月後未經過任何諮詢 居然也有議員 也有些地區人士 可以支持政府這個方向 所以我們覺得都在呼籲 希望市民眼睛是雪亮的 也都希望大家都深清眼亮 去看清楚怎樣大家支持 一起反對抗建這個不合理的堆填區 其實整體的規劃 其實香港還有很多離島的地方 有空間可以發展 包括政府建議石古州 還有現在我們的工程科技 你看一下我們填海的工程 包括擴建機場的一個跑道 亦都可以用一些大型的基建去做 而加快的步伐 所以不等於堆填區 或者一些現代化的焚化爐 在離島裏面 這個工程是需要延伍這麼久 還有也都不應該明白 也都清清楚楚知道 如果香港現在要處理的9000公噸 每一天的垃圾 你為什麼現在只是計劃 搞3000公噸 為什麼不一處理 你就搞定9000公噸 要留一些蘇州市給別人呢 如果你是當權政策的 你為什麼不想清楚這些程序 是可以一步到位去處理好呢 還是需要去擔誤發展的空間呢 而去到將來留一隻尾巴 留一隻鑊給下一屆執政的朋友呢 所以我希望政府在這些議題裡 都多關心 OK 下次再和大家聊 拜拜 直到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為了你的影片 這位寫著請少年 在影片下載隨時 請餐志 偶 fam 在影片下載隨時 凍恕 緊張 雙蝶 雙蝶 有 這個 理解